赵丹是我果 讲与世界的影坛巨星 主演了十字街头 中华儿女 乌鸦与麻雀 武训传 林泽徐 烈火中永生 马路天使 丽人行 逆儿等三十余部经典影片 1995年 赵丹荣获中国电影世纪奖 最佳男演员奖 2005年 她又荣获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奖 赵丹一生悲情 让人心痛落泪 1980年10月10日 赵丹一哀不幸病逝 中年65岁 赵丹有过两段刻骨铭心的婚姻 两任前妻都是演员 一个叫叶陆茜 一个叫黄宗英 如今赵丹离开我们43年了 她的两任前妻怎样了 赵丹原名赵凤敖 1915年6月27日 出生于山东肥城 两岁时 她随父母迁居到江苏南通 赵丹的父亲在北洋军阀时期当过营长 后在南通开了一家电影院 中学时代 赵丹与钱千里 富儿倪 朱金铭等同学成立了小小剧社 演了不少进步话剧 1931年 赵丹考入刘海素 在上海创办的美术专科学校 公山水化 求学期间 赵丹积极排演《抗日救王巨目》 将名字改为赵丹 1932年 赵丹进入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 她浓眉大眼 身材挺拔 表演激情澎湃 个性飞扬 堪称天才演员 1935年 赵丹应邀在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业余剧团制导学员排戏 认识了叶璐倩 两人一见钟情 叶璐倩1917年 出生于广东南雄 比赵丹小两岁 她在上海商业学校读书时 是业余剧团的主要演员 参演过《钦差大臣》《武则天》等话剧 赵丹与叶璐倩堪称狼才女卯 是大家眼里最般配的一对 沈君如在六合塔下 为赵丹 叶璐倩等三位新人证婚 1936年4月 赵丹与叶璐倩在杭州六合塔下 举行了集体婚礼 与他们一起举行婚礼的 还有另外两对明星夫妻 著名爱国人是沈君如 搬任证婚人 婚后 赵丹夫妇先后诞下了女儿赵青 儿子赵毛 做了爸爸后 赵丹的演艺事业 进入黄金时期 先后主演了《小林子》《清明时节》《女权》《十字街头》 《马路天使》《中华儿女》等众多影片 成为观众喜爱的电影明星 尤其是《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两部影片 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有着重要影响 上世纪三十年代 新疆的盛世才提出了 返帝 清苏 民平 清廉 和平 建设六大政策 吸引国内外很多进步人士奔赴新疆 1937年下上海 叶璐倩抱着九个月的赵青 1938年 赵丹看到杜仲远创作的《盛世才与新疆》一书 以为盛世才真的求贤若渴 当时矛盾在新疆主持文化工作 赵丹通过邹涛奋与矛盾取得了联系 矛盾知道盛世才专制 独裁 可又不方便明说 便在回复赵丹的电报里写道 新疆生活艰苦 望慎重考虑 赵丹不知电文背后的用意 于是与徐涛 王维一 竹金铭等好友 带着爱人和孩子 于1939年6月 赶往乌鲁木齐 当时叫敌话 盛世才残暴 多一 杜仲远与他是好朋友 赵丹等人来新疆不久 杜仲远就被盛世才投入监狱 1940年5月 赵丹因拍眼抗日话剧 互相 夜光碑 也被盛世才投入监狱 赵丹在狱中受尽了酷刑 被吊打 被罚贵 被灌辣浇水 20多种刑具全变了 赵丹多次昏死过去 又被凉水浇醒过来 与赵丹一起过去的朋友 都被投入监狱 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被软禁了 不准随便出门 也不准探监 叶璐倩带着一双儿女 整日以内洗眠 叶璐倩与几位家属四处求助 可谁也没能力将赵丹等人救出来 1943年3月 盛世才派人用汽车 将叶璐倩等人送到内地 并谎称赵丹等人被释放了 在路上等他们回家 到达兰州后 叶璐倩等人才知道被骗了 这时社会上到处传言 说赵丹等人被盛世才枪杀了 叶璐倩悲痛到了极点 本想追随赵丹而去 无奈一双儿女熬带补 他只得坚强地活下来 离开新疆后 一路倩带着一双儿女流落到重庆 早在1940年 毛顿以母亲并故奔丧为友 离开了新疆 走之前他去监狱里 与赵丹告别 说自己逃离魔窟 要去延安 要求赵丹 小心残暴的盛世才 1944年9月 盛世才准备离开新疆 离开前他准备将监狱里的一千多人 全部杀死 当天晚上 盛世才安排手下 用卡车运进监狱20桶汽油 几十箱手榴弹 炸药 还调来两个机枪牌 准备对所有在押人员下毒手 将他们炸 烧死 没有死的就用机枪扫射 然后污蔑他们 在监狱里搞暴动 幸亏一个善良的下级军官 将消息泄露了出去 新来的国民党驻军头目 派来一个连 在监狱外面守护 赵丹等人才逃过这场生死劫难 叶璐倩带着儿女到达宠庆后 朋友们为赵丹开了追悼会 很多著名人士 还在报上发表了悼念赵丹的文章 叶璐倩确信丈夫已经离世 非常悲痛 那时她经济上也陷入困境 度日如年 著名剧作家杜轩 原名贵苍林 同情叶璐倩 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 无依无靠的叶璐倩 怀着感恩的心 与她相爱了 1944年 叶璐倩带着一双儿女 与杜轩在重庆再婚了 婚后杜轩被调往昆明担任 群报和评论报总编辑 叶璐倩带着一双儿女 跟着丈夫去昆明生活 1945年春天 赵丹与朋友出狱了 住在当地文化促进会 同年赵丹回到重庆 从朋友那里 赵丹得知叶璐倩已在婚了 现在昆明生活 于是赵丹坐火车赶往昆明 见到了叶璐倩 叶璐倩与杜轩几两个宝宝 1947年7月8日与香港 当时叶璐倩已经怀孕了 赵丹要求她打掉孩子 与杜轩离婚 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叶璐倩哭着说 一个家庭已被破坏了 我不能再去破坏一个家庭 赵丹跪在叶璐倩面前 说自己不能没有她 叶璐倩也爱赵丹 可丈夫杜轩对她很好 且宝宝即将降生 她含泪拒绝了赵丹 赵丹站起身 忧愿地看了叶璐倩一眼 一句谣言 害得我妻离子散 望着赵丹亮枪的背影 叶璐倩的心被撕裂了 后来叶璐倩回忆 与赵丹的分手 原来她从报纸上 得知赵丹回来的消息后 天天在家里哭 夜夜失眠 丈夫杜轩善良包容 对叶璐倩说 随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不怪你 夜路倩不忍心伤害杜轩 只得狠心斩断 与赵丹的一切情缘 1947年 赵丹接拍影片 幸福狂想曲 与著名女演员 黄宗英因戏生情 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 出生于北京 比赵丹小十岁 她九岁丧父 初中毕业后辍学了 跟着哥哥黄宗江 来到上海发展 黄宗英美丽才情 主演了田姐儿 追等影片 并在文汇报上 发表文章 她情感沧桑 1942年17岁的黄宗英 与音乐指挥 郭元彤结婚 郭元彤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结婚时连路都走不晚了 是黄宗英 插着她举行婚礼的 结婚后18天 郭元彤因心脏病离世 1946年 黄宗英与进步人士 程树瑶再婚 遇到赵丹后 黄宗英无可遏制地 爱上了她 1948年 黄宗英向程树瑶提出离婚 程树瑶没有为难她 与黄宗英 办理了离婚手续 同年 赵丹与黄宗英 在上海结婚 后来程树瑶 与著名女星 上官云珠再婚了 赵丹与黄宗英结婚后 又生下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一家五口在上海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年间 黄宗英主演了 《鸡鸣早看天》 《街头巷围》 《丽人行》 《乌鸦与麻雀》等众多影片 红极一时 赵丹一生悲情 让人心痛落泪 1951年2月 他主演的影片 《武训传》上映后 引起巨大的反响 赵丹也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胜赞 然而仅仅三个多月后 赵丹就因这部影片 受到批判 不准他再拍电影 直到1955年 赵丹才被重新启用 这年他接拍影片 李时珍 该片再次给他带来巨大荣誉 此后几年间 赵丹主演了 《海魂》 林泽徐 《涅耳》 《风流人物看今朝》等多部影片 而1961年 叶陆倩调网 上海戏剧学院任教 丈夫杜轩被调往上海做些工作 赵丹一家也生活在上海 为了避免尴尬 他与叶陆倩很少见面 赵青与弟弟赵茅 在父亲和母亲家走动 1965年 赵丹与于兰等人主演的影片 《烈火中永生》 在全国公映后 受到广泛的欢迎 然而有人却将茅头 对准了赵丹等人 彻底否定这部影片 1966年 特殊年代开始了 赵丹被关进牛棚 有人天天逼他写检查 赵丹不写 工作人员就打他 有一次 赵丹被拽到批斗会上 工作人员将他打得满脸是血 昏倒在地 两位好心人将他送往医院 赵丹被诊断为脑震荡 用眼瞳孔破裂 有人逼黄宗英 与赵丹划清界限 他坚决不与赵丹离婚 于是黄宗英也被关进牛棚 三个孩子在家没人照顾 只能保一顿鸡一顿 一天早晨 赵丹被一辆小汽车押走了 从此黄宗英再也没有了丈夫的消息 以为赵丹不在了 赵丹被关押到多个监狱 他的名字都没有了 用139号代替 有人希望赵丹死在鱼中 但没想到他坚强地火了过来 赵丹一直被关了五年零三个月 1972年的一天早晨 黄宗英的家门口来了一位老人 他头发凌乱 肩上扛着一个小型立带 步履迟缓 黄宗英的小儿子赵敬仔细一看 他竟是失踪多年的父亲赵丹 赵敬扑进父亲怀里哭了 黄宗英出来了 咬着嘴唇说 我没想到你还活着 一家人抱头痛哭 虽然出来了 但赵丹依然不能拍戏 他精神上很痛苦 而且监狱生活摧毁了他的健康 赵丹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心脏病 1976年10月 特殊年代终于结束了 但赵丹因种种原因 依然不能出来拍戏 他就在家里画画 1979年 一盘没有下完的齐剧组 邀请赵丹拍戏 谁知不久 赵丹被查出晚期一线癌 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 他想出去拍戏 医护人员坚决不同意 医生尽全力抢救赵丹 可他的病情还是不断恶化 在赵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黄宗英带着儿女在医院守护他 前七夜陆倩已来医院看望赵丹 望着病床上消瘦憔悴的前夫 他眼里有满泪水 1980年10月10日 凌晨2点40分 赵丹不幸胭癌离世 享年65岁 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报道 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赵丹 今天凌晨24时分 业癌症在北京逝世 10月27日 北京文艺界1300多人 在首都剧场悼念赵丹 赵丹才华横溢 却一声坎坷 一声悲情 让人心碎 赵丹离世后 黄宗英和儿女 陷入悲痛中 在儿女的温暖下 黄宗英在丧服悲痛中 挣扎多年才走了出来 而赵丹的前妻叶陆倩 于1992年1月25日 在上海病逝 享年75岁 1993年 黄宗英在丈夫赵丹 逝世13年后 与著名作家冯一代再婚 冯一代比他大12岁 才华横溢 2005年 冯一代因病离世 从此黄宗英 单身一人生活 黄宗英与赵丹的小儿子赵静 1960年出生于上海 他身高1.82米 像父亲一样帅气 才华横溢 1982年 赵静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后赴美国留学 赵静参演了 《新十字街头》 《会飞地花花》 《影视春秋》 《青衣》 《江山风雨》 《几多情》等影视剧 后来赵静改行做导演 知道了反黑使命 没有萧嫣的战场 雷锋等影视剧 2013年12月4日 赵静不幸因癌 在北京离世 年仅53岁 而自早逝 将黄宗英推入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悲痛深渊 此后 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为缓解丧子之痛 2016年黄宗英出版了 黄宗英文集 2019年 黄宗英荣获上海 第七届文学艺术奖 终身成就奖 2020年12月14日凌晨 黄宗英不幸在北京定世 享年95岁 赵丹与两任前妻都去世了 他们的情感纠葛 他们的坎坷过往 就像一部电视剧 动人心魄 让人心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